北京时间19号晚 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 展开工作访问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前往机场迎接 两位领导人随后前往独立宫 在那里举行正式会晤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在19号否认普京此次访问白俄罗斯的目的 是说服白俄罗斯参加特别军事行动 两位领导人将讨论双边关系 及区域和国际问题 将优先考虑安全问题和联合应对新出现的挑战